注意看眼前就是广州曾经十分火爆的步行街 撞圆返了 那现状变得怎么样呢 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撞圆返的现状 先说一下现在的时间吧 现在时间是2021年10月25日 傍晚的5点27分 这里的话是广州的立湾区 那边是广州的越秀区 是的你没听错 这条路是这两个区的分界线 这条路叫做人民路 同时的话这里啊 也是广州市区为数不多 建高架桥的地方了 看到没有 这座桥当时建的时候啊 也是争议不断 有人说这座高架桥啊 破坏了这里的风水 影响了这里的格局 因为这两盘的话都是一些棋楼 现在可以看到都看不到棋楼了 如果没有这座高架桥的话 还是挺漂亮的吧 好了 现在走过去 这路面的话比较新 因为房心够了 还有在前方的不远处 就是广州的13行了 这个地方 这条街的话为什么叫做庄园坊 主要也是因为 为了纪念这个庄园吧 它好像是岭南的第一位庄园 好了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进去看看现状怎样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啊 都变成了各种的仓库 看到没有 因为刚才都说了 这里的话靠近这个 13行服装市场啊 所以的话就顺其既然变成了各种的仓库 看到没 都是各种的仓库 要知道再过去的话 这里是一分的火爆 路脸盘都是开着各种的餐饮店 服装店 美食店等等 但是这个现状 已经看不到了 不知道广州的70后 80后 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幕 有何感受 会不会感慨万千呢 因为这条路在过去的话 也是很多年轻人 约会 谈恋爱的一个场所 我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视频吧 那时候 这里很多人 人山人海人挤人的 因此的话 当时就把这里称为状元坊 我们就简单的通过这个称号 就可想而知 当时的话 这个状元坊啊 是多么的火爆了 不过这个状元坊啊 有点短 而且的话有点窄 看到没有 大概也就两到三米吧 好窄 而且的话也不是很长吧 前方就是一出口了 看到没有 大概也就几百米 所以说 这条路的话不太适合作为步行街吧 因为步行街肯定要狂够厂才对嘛 要不的话 很容易出事的 哇 这个东好古老啊 前方就是镜头了 一路的逛上来 可以看到 百分之九十的三铺 都变成了残酷 百分之五的三铺 都关着门 还有百分之五是开一些超市的 开一些便利店的 你爸 这里就出来了 这条路叫做天城路 可以看到这边啊 有很多三铺关门了 不知道是临时关门还是倒闭了 看到没有 应该在过去的话 这两盘的三铺啊 应该也是比较火爆的吧 因为受到这个作员反的影响 那这里的话肯定也是很多人 跟现在的 饱滑路啊差不多 不过这个反滑的线线啊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条路啊 已经变成了 各种一些印刷 什么几页 什么印刷机 都不是什么商业店了 都变成了各种的工业店 对于作员反的落幕的具体原因 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 经过我刚才逛下来发现 可能是太短了 太窄了 这里几走 可以走到广州的北新路步行街 这里几走 可以走到广州的上山水步行街 这条路叫做大新路 可以看到现在路上逛街的人啊 没多少吧 因为这里的话不是商业区 现在在路上逛街的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居民 大部分就是打工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商铺啊 它面向的客户啊 都是附近的老广 而不是游客 看到没 不过有一缩一缩里的棋楼啊 还是挺漂亮的吧 虽然充满了岁月的横置 但是不能看得出来这些棋楼 再过去啊 肯定很豪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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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地方的话游客一般都不会来 我相信有些人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 就会说广州怎么这么少人逛街了 现在广州的话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人山人海的 也要看地方的 像这种住宅区的话一般都是很少人的 也只有去到一些商业区例如山沙酒 北京路那里才会人山人海 看里面都是一些住宅区 可以看到这里的商铺 也大部分变成了仓库 在这个地方开餐饮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生意吧 前方就是阳明路了就多了回来 说是应该都是服装 过去就是列湾区了 多了回来 好了 有没有实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